好,接下來是你今晚的動漫無雙,比較靜下的只有三個人,我是主持有馬2 我是何馬仔,嘉賓阿佩洛,那是不是日常批鬥大會還是日常公審大會呢? 這個動漫無雙之日常 因為我上次聽到你們的節目就變成有馬2的公審大會 其實很正常,一票贊成是反對的,贊成是被人背負的呢? 沒辦法啦,被人圍攻,我都替你陰功啦 圍谷光明頂嘛,那我暴力不夠打輸了,很正常 咦?那你不是是徒才子? 不要理他,我們繼續日常remix版,正如大家所知 經過各位千呼萬喚之下,終於可以重新唸成多一集的remix版,尼足珍貴 各位,今晚不要走報啦! 大家對日常有好的或者不好的評論 當然大家都可能會發表一下,在討論區裡 不過說之前,日常在那邊的銷量真的蠻淡的 詳細數字我找不到,基本上沒什麼怎麼說 但CD真的賣到三米數了 都不是好事來的 網上的人恥笑,就算恥笑的 就說這套,TMA版日常買得好過他 噢,那套不是日常,那套是非日常 加個非日常就買得好 這套又評價幾兩下,喜歡的就很好看 不喜歡的就像我們那次上次版本一樣 以我個人來說,就要補充一點 好不好看,就個人定義 尤其是這套是屬於電波向的 如果它是電波向的作品 有一個問題就是,網上的波有一個媒形的說 這套不是你選他,是他選人體 我覺得他真是很中間 就像他沒有作品,他有一個特地的觀眾群 你瘦就瘦,你不瘦就不瘦 不過我們今天請了一位嘉賓來 不過請了一位嘉賓來講一下他的意見 日常做了二十多集,我二十六 其實,可不可以大概一個overview 講一講你的意見,對日常來講 日常,主要大家都知道是笑 其實我也覺得,有部分是的確不好笑 我都不知道是說什麼 好像那些中間插了一段小故事 可能有意義,但其實不是很好笑 例如那個女主角叫什麼 Yuko,不是有四個 那一段小故事 那一段小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麼 藍色那個 Mio 那一段小故事 Yuko的夢 有三集,有三集 一點都不好笑 我覺得蠻該死的 但是你要看回 你看看整個二十六集 其實她的畫風變得很厲害 在每一個不同的故事 那些畫風是完全 原來我想不是一旁人畫 只是幾群人畫 只可以這麼說 不,應該說她 就算是一集 當有一段小故事 她跳崗 她從跑步 轉身 彈起 越過越光 打個床 是完全不同的畫風 有時會拉長 有時會變成圓筆素描高 有時會反霸 有時會變成圓筆素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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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她的製作群都不少人 如果這樣計算 其實你看回她 不只說那些 只是跳崗那一段 即使你不要說 Mio畫那些 附向那些 那些不少人 就是另一個人次那邊 就是畫風的一個人 是啊 你看回很多 比如你武器那些 全部又完全不同 其實她加插了很多 還有有一集 如果大家記得是 機械人 東雲 Nano 其實有一集 誤會了 跟男主角 那個 詩詩哈娜 她以為有個戀情 其實那個畫風 又是完全變成小女畫風 其實我 其實她 真的看到很大 很多東西 扔進去 應該說她是類似實驗電影 我懷疑 經社會每一次 她有錢 就不停玩些奇怪的東西 你不要說 例如之前 《兩公相》 《連玩八集》 或者《長門正鏡頭》 這些東西 她的一次創新 不理好 不要到她的一些 新的地方去改進 今次需要 下次會再用回 更好的 日常她用的 不同鏡頭 不同畫風 下次 例如《奇光劇場》 會用回這些東西 都不定 我覺得她的不同畫風 其實是為了帶笑點出來 我覺得她試著哪些笑點 觀眾會受落 即是在日常這套劇 表面上是搞事 就試試她不同的笑點的方法 即是她們說 轉畫風 其實我覺得是 你會覺得很笑 大家看得到 不過 日常 其實 在我的感覺上 我就不覺得她是一個純笑 因為看回她第二集 和尾二集 其實 無論男主角 阿薩斯卡拉 她不是男主角的問題 不是一隻貓嗎 她有說 她有說一件事 她經常帶出重點 即是發覺她裡面帶出重點 即甚至漫畫 第一版 第一集也有說 日常 她說日常的生活 其實就是 很多很多不同的奇蹟 所累積出來的生活 她經常很大 即是她很主要 就是說 有頭有尾 就是帶回這個重點 給她們 即是給觀眾聽到 她說 日常就是不同的奇蹟 但說真的 她的奇蹟就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奇蹟 說真的 是一些接近不可能發生的事 不是 她是這樣 口掃光炮 世界沒有毀滅的奇蹟 可以這麼說 她第一集就是這樣 即是那個機械人 大爆炸 我可以這麼說 中觀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不能夠用常理去解釋這套 但有些 我覺得就算我不用常理去解釋 這套也有幾不少的沙石和帝端 特別是有些 例如有些梗 我覺得頭16集有些梗 其實是可以不需要 因為有時候 我嫌她只玩得累積 什麼類型 其實我覺得她有一個缺點 除了類型 我不說她有些笑話是玩得太長 例如包卷踏 踏樓梯 那些東西又不是那麼 她不是小學生 你是中學生 做些事接近一些小學生的行為 不不我不怪她 她說三個女主角 她說三個女主角 最初在猜包卷踏 接著她說活躁幾次她走上去 那裡 噢 她也說太難了 我覺得她有一個弊端 她有很多主線 例如貓、博士、機械人 或者Yuko他們三個 或者其他有錢仔 和維基足球社 其實我覺得她每一集 散開了這麼多部分 例如每一部分 只是做一、兩分鐘 甚至只有十幾秒 很多人會忘記了整個故事 你不是說再看過 你可能忘記了她的資質 如何編排 如何大家有一個connection 所以我覺得 如果她一集可以做十幾分鐘 或者接近整個集 例如只做博士那一段 下一集才會搬到Yuko 可能觀眾會異名一點 其實你變成這樣 我覺得會很散 對喔 如果你這樣做 會悶死的 因為現在她主要不是為了鋪劇情 她只是為了鋪人的性格 其實不需要做到這麼長 而且她最主要就是 剛才何馬就這麼說 其實她很簡單 主要是兩條大線 一條就是Mil Yuko Golup Mau 第二個就是都文研究所 維基足球社 我覺得是配襯 還有斗大福 那些 配襯線 不要太主要 主要是說 東雲二哥哥 還有Mil 他們幾個人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她有點奇怪 她長的頭 開頭一季就是 港女兩個 幾乎兩條線平衡 沒有交集到 但是下半季 即是第十六七 十六七 才可以合流 其實前面真的 分得太散 我覺得應該要走 不是電波向的客人 只是普通喜歡看動畫 吃點薯片 吃點薯片 吃點巴生 但是 你看幾集 如果只是普通 不是電波類的動畫 其實真的走了很久 因為其實 不是每樣的小點 都對得到 而且 散散 聚焦不到 是很大 我感覺到 主角是誰 即是 Yuko 藍色頭髮 那三個人 還是 博士 東雲 還是 貓仔 其實如果看上去 其實這麼多 最出色之中 其實 Sakamodosa 那隻貓 是最出色的 即是白石 配出來的 是最出色的 整個戲是最好笑的 就是那一段 我感覺上 我不知道嘉賓 我不是覺得最好笑 其實我覺得三人組那邊好笑很多 最主要就是 黑色頭髮、長頭髮那個 他經常在裝傻 然後 幼稚去套租 或者 藍色頭髮和幼稚 互相交流 這件事 Mairo澤 Mairo澤 他們有些 有些 很誇張的表現方法 其實我覺得最好笑 例如 有一集 就說 他被人拿了一些 那些漫畫 然後突然有人來 看到 然後打低了一個警察 然後 散散散散散散散 我覺得那些 其實誇張的表現很好笑 噢 其實 講到這一集 其實我有少少 怎麼說 看來有少少不安樂 有少少 因為我不太喜歡 例如這些 日常類 或者接近生活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 做一些接近生活類 例如有些類似 類似接近犯法行為 你想想 他有沒有一些襲警 我不可以說是否約束 但我見校長在那裡打電話 我知道 而且黑色頭髮 呀 那些 阿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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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馬醫 他沒有兩隻狗 是 中狗咬人 拿那隻狗咬人,還有有一集是說他丟掉那些餅給那隻狗去追,那些飛碟 然後他拿那些槍去射那隻飛碟,其實我覺得,我不知道我是否年紀大了 但我看起來就不太舒服,這些劇情裡面,我覺得是有點而未必是社會上的人會接受到這些 尤其是打警察這些,更加接受不了 我明白的,例如有些人看《地獄少女》,都是覺得劇情是黑骸佩暗的 不太同意任何角色做的行為,這可能是個人觀點 但如果你問我,我接受到的,始終這套可能太厲害,搞笑 警察怎麼打,打不死的可心,一定沒事 我不是說打不死,打不死,打警察是否不對? 但問題是我們要知道,在這套翻裡面,打警察怎麼打,都不會死 最主要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打警察,只是想做個笑點出來 總之不要讓人知道自己畫《地獄少女》的事情 我想《地獄少女》,其實《地獄少女》有個問題 即是剛才說劇情編排的問題 如果編排角色的角色問題,即是你知道《地獄少女》是喜歡畫《地獄少女》的 但問題是《地獄少女》喜歡《地獄少女》的《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的《地獄少女》的《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的《地獄少女》的《地獄少女》 都是相對來說太短了 即是我起初以為他日常會鋪多一點線在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他說他主線做回這條線,然後後面《地獄少女》的 因為他有很多情感我發展不到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失望 即是剛才說,你一個喜歡《地獄少女》就是《地獄少女》 就是《地獄少女》,《地獄少女》 那他每一次出場,其實沒什麼交流 就拿槍射人 對,這就是小點 對,開始笑這件事 但問題是你交代了很多劇情 因為每一站出場都是射人 那你感到沒什麼特別大改進 那最後你很難沉在一起 這個我也明白,因為他拿槍射了幾次 但就開始不太好笑了 每一次我猜,這次你拿什麼武器 最多是用火箭頭,進不了核彈嗎 尤其是《地獄少女》來說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玩得太多劇情就變得悶了 後期有比較有趣的 自己玩自閉,彈下的封住自己 但問題是,玩到這個電話已經沒什麼玩 所以他出場都比較少,因為他沒敢玩 他有個妹妹出場,他都扭到她的妹妹 如果大家有心去再研究整個連結 他是做到整個網絡 即是人物的網絡 世衛堅度部,就是Mio 姐姐 Mio 姐姐和Mio 有多些劇情做的 但Mio 姐姐做起來也是一般 我覺得你把棋塞在別人的蛋糕裡 是沒有意思的 根本這些人是無聊的 你們原作漫畫 有一集很深刻的就是Mio 姐和Mio 姐 鬥電波,在兩個圖書館裡 做一堆莫名其妙的手勢 其實整套電波就是Mio 姐姐 你完全知道你想怎樣的就是 所以他做了整集,Mio 姐姐出場 卻負不少,但完全看明白做什麼 連門都很浪費 很可惜,其實他有心在一些細點裡做一些細心的功夫 但很可惜就是他那個人物 我覺得他的 connection 鋪得太遲 他第十六十集才可以揭露裡面的人物網絡 說真的,真是有心看的 看到第十集,可能第一集都真的 可能是得順的,但如果再看下去 其實可能沒有心機去留意這些東西 很多普通客人都說了很多普通客人 其實我覺得很正常 電波客人的,你看到電波客人之後 那你就OK 當電波看,你不會理人物關係 知道人物有沒有關係都沒有所謂 都是這樣笑的 即是你如果說你接受到電波 你坐在那裡,哇,窮笑,看完很開心 OK,接受到 但你如果看回人物關係 我及後才要再看回整個人物關係 再想過,不然我們看動畫 就是求娛樂,不是求研究 所以這件事就是最大的問題 很簡單,你知道Sara Hans 以前是見到布的 即是認識她姐姐,有甚麼問題 沒有關係,劇情沒有任何影響 對小姐都沒有分別 她都是這樣搞笑 她主要搞笑方法,扣人物的性格 以及做一些行為都好 一開始就鋪了出來 可惜,其實她在山羊那裡可以玩多些 其實山羊那裡可以玩多很多 管家也是可以玩的 其實那個笑點是有很多可以玩的 其實那個Sara Hans 根本就是神之世界那個 她一樣樣的,大眼鏡 死眼鏡 還有她說話的那些 怎麼說呢 她的語言 其實她是可以有很多事情做出來的 還是我覺得主要笑點 主要笑點 其實可能還放在她那裡 還好過放在三個同學 水上 三個 Mio 我反而覺得這個男生 如果再給他多一點氣分 裡面他可以做很多笑 其實真的可以 不過只是覺得可惜了就是 不知為何擺放在好電波向的 突然間又偏了過去 就變成 劇情術我最慘了 就變成了 最慘了 劇情術我最慘了 那現在就是 直播時 即是直播時差不多了 我們等下一次會說下 人物 即是可以說下 人物的劇情上面 或者是特別的地方 好,下次回來再繼續 上面 或者是特別的地方 好,下次回來再繼續 上面 或者是特別的地方 好,繼續回來這個 《動漫無生之日常》 我們今集中觀了一些簡單的分析 今集中觀了一些簡單的分析 今集中觀了一些每一個人物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角色大動劇情 他本身是一個角色大動劇情 他沒有角色的角色大動故事 所以說人物都可以 人物? 其實不只人物 動物都真是最... 就是角色啦 嘩,太多了 主要是 主要是 那一派先 學校組和東雲研究所組 你想說學校組還是東雲研究所 學校組還是學校組應該是主要的 你想說 好 學校組有Mio澤 其實我一加起來說得 Mio澤 Yuko其實是相對的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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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集 很多情況都是 Yuko會犯錯 犯了低級錯誤 然後Mio澤就會發火罵他 是啊 但是如果你到一段時間看到 Yuko犯錯 但是Mio... Mio澤犯錯 Yuko不會罵他的 即是一次入樂園 Mio澤就說 Yuko銀包 但Yuko也是聖於這個面子 但是完全沒有罵他 但是你看到 當Mio澤犯錯誤 買錯誤 Yuko是大聲罵他的 我們講的就是強力吐槽 不是吐槽是Yuko 只是吐麻衣 但由這兩派來說 其實雖然 他們兩個是... 主要是Mio澤 發火多於Yuko的 Yuko的 其實是非常好的 但是發火的Mio真的好吵 感覺上... 很吵 而且太長 即是... 吵啦 吵啦 而且太長 有時候罵吐槽 其實講三四句就好 大哥你真的有... 他罵幾分鐘 我覺得幾分鐘很少 幾分鐘是... 女孩子可能會這樣吵架 嘩 不停地突然爆光啊 突然有啊 這把啦 我看完之後 嘩 真是很長 但這不是角色 你見到始終是由頭到尾 他就是 反而... 反而是成功了 唱回麻衣的靜局 他們是... 完全裝傻的角色 不是裝傻的 他們很高深的 多高深的 你看他的梅比佬高 怎麼打一招 真的 真是很神奇 很厲害的 真是 男生是甚麼家底 故事有沒有交代他家底 可能是甚麼神秘武術高手 不知道他 都是這些靜局 較為有少去覆黑的角色 感覺上就... 未必那麼多人會喜歡麻衣這個角色 我不知道你真是... 我跟他的首歌 太棒了 我聽完之後 真的不太明白 你說的首歌還是甚麼 角色曲 喔角色曲 我聽過 其實Yuko的角色曲很棒 有一首是... Yuko是Bu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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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笑的 你看到兩個人 雖然不斷罵 但真的是朋友關係 反而麻衣的朋友關係 我又不覺得很深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不知道嘉賓同不同意 我覺得麻衣不是那麼深 他跟Mio賺交流比較少 多多都是跟柚子互相套租 你要總點被我吐了才行 真是挺有趣的 即是說是麻衣和Yuko一組 Yuko和Mio一組 Yuko其實是重心來的 你已經OP就是這樣 OP其實Yuko一重心 而研究所那邊就是... 博士和明乃 明乃是重心的 兩三個人其實是一個重心 這邊學校組其實就是Yuko的重心 但不要說你學校組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 我不知道 我看下去 其實除了那三個 其他我覺得那個看點都不頑 其實有些看點都不頑 中之條 即是中間得到的那個 爆炸頭也是很可憐 爆炸頭也是太少 爆炸頭也是太少 他本來第一集開放很多 爆炸頭 即是爆炸頭會玩很多 後來又是沒有了 反而你說其餘 就... 很大一個Ribbon那個女生 就沒有什麼做 即是玩流水面那個就沒有什麼玩 沒有了 那那個就算多數了 但有幾個我覺得 足球維基部 其實都可以玩多一點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足球維基部 其實他沒有利用整個 整個遊戲 或者整個裡面的組織 去令到故事更加多之多才 他到很後期才說到足球維基是什麼 他在最初 他在最初有說 有說足球不知怎樣頂著球 不知道 不知啦 頂著球幾多維基 他有心思的 我覺得他在這裏 他做得有心思 但可惜又是太短 以及... 怎麼說呢 其實那一段我反而覺得OK 好看 因為反而我喜歡看他 阿sir 即是那個教... 阿sir 原來真的有為足球這些奇怪的事情 到中段其實有個老師和學生 兩個大鬥派 那你說我明不明白呢 我明不明白他做什麼 但文竟真是好笑 可以的是笑的 因為你雖然不明白 例如說功夫片 大家不懂功夫 但聽到很開心 都可以 有些很奇怪的行為和動作 表現出來 然後暗亂的部分 即是老師其實... 那個老師怎麼說呢 然後就像是用了... 天氣 每次一次會自爆 也是的 即是第一集 那個佛像那件事 其實... 反而你怎麼看 我覺得暗亂的部分 就比較普通 這部算是正常的 反而 比較普通的 但圍企足球部 你到後面才用到那個梗 突然很少 即是有人突然有人說 原來這個學校都有圍企足球部 然後就快要跳機了 然後那邊就突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那邊就好笑了 是啊 所以這件事我也覺得不差 不過有一兩個人 我覺得... 怎麼說呢 我覺得整個學校 我最touching 反而不是這班人 誰啊 反而是校長和教頭 嘩... 很黑的 其實很黑的 你看完之後 你想想有心的體會 特別不是校長 即不是校長搞爛的那件事 我說的是教頭 她的女兒帶著一個孫子來的那件事 其實大家如果有深層意義 想一想到 其實那幾幕是很黑的 即是那幾幕 看完之後 是心裡很不舒服的 我覺得 有一幕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校長 就說假日 就說好像很無聊 在家又不留一點錢 只吃杯麵 我忘記你了 其實很黑暗 他那個很暗 其實他不說教頭之前那些 又沒有什麼人理 開check room 只有20個人 又沒有人聊天 最後就是他女兒帶著孫子來的 孫子就是拿個飯糰 還是拿個朱古力飯糰 那些不是飯糰 那些是泥來的 是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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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給他吃 然後教頭暈倒了 另外一次就是 她的孫子跟她打棒球 她以為孫子就這樣丟那個球 但是孫子是用力 差不多丟死人 第三次就是 她的孫子去教頭 即是她爺爺 教頭在家裡 他拿個印鑑 其實她說得很好 但是她說一些 怎麼說 大家都知道 黑色笑話 也不是黑色笑話 獨居老人 怎麼說 一些獨居老人的孫子 其實回去謀家產 感覺上有點像 你去想到這個方向 但是她沒有明言 其實她的方向是想到這些東西 因為你想想沙漠 到最後很可能是 打死她當然要 有機會 拿印鑑 你會想到這件事 其實想到這件事 是比較深暗的 那一段 如果孫子不是小孩子 可能二三十歲 拿印鑑其實很嚴肅的劇情 如果小孩子 你會覺得好笑 但我想她會很悲哀 很悲哀 很悲哀 這是搞笑 主要是學生 陽光向那邊 學失大人的 會寫一寫 暗暗 但不會太明顯 會影響整個故事 如果暗得太多 其實會偏離這套風格 這套風格比較陽光 好笑 對 就是看你怎麼擺 去遠 給點陽光 帶給點陽光 其實我覺得那一段 是較為touching 如果你說給我看 原來講到這樣 這件事還可以 雖然你說 雖然你說 學校都說得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東雲研究所 其他都是東雲研究所 比較富有線 平衡線 兩邊同時發展 都很重要 東雲研究所 比較簡單 主要都是 明奶 拉羅博士 白石貓 對 白石貓 真是做得很出色 每一次套祖都非常有利 這個人真是套祖人才 他想得到一套 他想得到那套祖人 綁一條絲帶給他 懂得說話 那一段 他還說 林美有一個學校的教師 其實怎樣運回 運著一隻貓 在家裡 忘記了 有一個約束 對 忘記了 那一段 其實他前後推理回 OK 但 又是說真的 太遲了 我看回很久 在剛剛出場的時候 他被龍運完 我看回才知道 第三集還是第四集 但是你叫 第二十幾集才看回 你已經忘記了 忘記了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 出來的問題所在 但是說真的 這個就真的說真的 變成白石做一個老人精 真的OK 尤其是博士那些死小孩 混在一起 是玩得很瘋 大家可以 好的地方 真的讓白石說話 因為你也知道 這是日常 非日常 那隻貓會說話 其實不奇怪 但是因為隻貓會說話 可以做各式交流 如果這隻貓會說話 真的玩不到 對 所以一集 大家不記得 那隻烏鴉 綁住了一條 隨便是烏鴉 大家都知道烏鴉是誰配的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那隻烏鴉 我覺得 還跟白石 如果大家一起 有一條 C-Gun 還玩得很瘋 我覺得 可惜那隻烏鴉 只是出一集 我會覺得 黑格射 那隻烏鴉 應該只有一條 或者是 你見了明 說要 摸在後面的鎖匙 也不可以 摸在後面的鎖匙 會摸在後面的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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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這個負加次倫 不要理他 你會看見 黑格射的角色 還是不會做什麼 還是 黑格射 我覺得他 中規中規不差 整個角色設定是不錯的 還有 研究所的三位 其實設定是 剛剛好平衡的 那也是 因為 有 版本的黑貓 他負責 有時會 在兩個 比較小的角色 調整他們 但 版本的貓 有時會被 博士玩 來 他本身都是貓 所以 他都會被 那些 白石 他負責 在三個面 理論上 他年齡最高 他都是前輩 但問題 因為他身份問題 他是食物最低層的 沒有辦法 感覺上 可觀性較高 我認為悶長 是少的 還有 學校有太多角色 你很難搶 還有 有些 《維基綜合部》 《奇葛衛部》 對於 《奇葛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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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所謂 《奇葛衛部》 所以 學校的角色 最慘 是 世元的描繪不多 就是最慘 變成沒有一個 聚焦點 在學校 如果學校說世元 我不當他開後功 但是 如果他是一個 較為 男性角色之中 聚焦點 大家會 有一個話題 出來 你這套東西就是最慘 為什麼賣不出 很可能就是 你沒有一個話題人物 出到來 大家都沒有理由 只能買一隻貓 可以的 貓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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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讀生物法 一定難得 是 他不是普通 買行文的角色 這套東西最慘 不是文 他角色的性格 是為了搞笑 即是 電波問題 他就是 將整個故事 在電波上放很多 他的故事放很多 你看 他人 那個人的勞動力 擺很多 在作畫上 在小點 他的音樂費,聲優費不便宜,他後面的結尾也不便宜 每一集預告都請一個新的聲優來獨立一個預告,那一集要度度平安,不要開玩笑 你還要結尾呢?你想想,那個結尾,第二輯的結尾是不少的 理論上,如果傳統做法,就是那一集做的聲優去做回去,省錢 但他只能請一個新的聲優,專門配一個預告版本,這筆錢是不少的 他最慘的是,誰知是做得太多,他應該是有用心去做 誰知人物描繪方面,他做得不夠深刻 他描繪在一個人物的特徵上,而不是歌星上 歌星不是說沒有,但問題不是那麼大路,或是比較偏門 像Yuko剛才說,Yuko是要暴躁,這些是要看長期套才知道 但問題是,暴躁之後有什麼特別角色呢? 追尾必猶之後你沒有什麼特別的角色呢? 就是比較偏門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上有點可惜 你覺得他不是故意去做的,你知道有些是去做的 你知有些是去做的,一句回來都說 不是賣肉,賣後工,這套不是去做的 你看到他,但有些事是做得令到角色空洞了 他變成出來的故事,我只是看點子 我不停看你那些爆笑點、點子 但我看完之後,我沒有什麼記得 我看完就算是賣文也好 我還記得這四個角色是誰 還有第五個角色,我還記得中野子 紫貓 但是這套東西,你叫我回想起來,我真的想不起來 主要是Belger的三個,和東文角色的三個 然後你其他角色,不是說不記得的 他沒有什麼故事,他少了 他點子多,但是故事少了 他點子用完他的性格後就沒有了 沒有出場的話,其實很難記得,這個很益上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你賣不到 你那些產品又賣不到 很可能你做到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其實是可惜的,感覺上是可惜了 當然,你說他和他中間有很多東西炒了雜碎 亦都令到整套東西變成分散了 那現在還有沒有其他補充呢? 也有的,其實我也想說一點 其實他中間,不是有一個Heportaker Standard 即是瑞士標準,我想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Heportaker Standard是什麼 我寫到討論區了 寫到討論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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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你也知道 其實大家要補充一下 其實是一些自體 即是自體來的 他們叫做瑞士自體 以前原來香港都經常用過一些廣告 我看回一些網上資料 我看回一些網上資料 1998年以前那些 在香港的地鐵站 都有用這隻自體 不要管 你知道自體是Ario 但我不詳細研究 這個Heportaker Standard Standard是什麼 我查過了,其實是印尼和馬拉話 都是叫做早晨 是印尼和馬拉話 如果你說Heportaker Standard 中間那些部分 除了是賣一些笑點 我記得幾集 他在玩一些日文的同音字 例如是在玩一些日文的言語 例如有一場 沒有錢交租 有隻小麻雀在那裡 其實那個日文字 Susuman or Namida 即是他的雀之類 其實在日文的言語解釋 是解釋很少的意思 他自己得很少錢 其實他就在玩這些東西 你看看 Heportaker Standard 以及他在第一集 他提到KY 當然 如果在香港突然說 有些人突然問 魔鬼突然說 好像現在這樣 什麼叫做 萬聖旨 還要突然有人問 魔鬼突然出來問人 拿KY 不知道是什麼事 KKY 其實他是說 日文叫做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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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裡面的人全部都沒有,當然日常裡面的漫畫是有幫 Habitatian Standard 做少少的,我不知道是宣傳什麼, 你見時沙拉曾經有一幕跟蠟花聊天的時候,他就拿著漫畫書,那本就是 Habitatian Standard 所以很難看得很細點才明白,但說真的,有多少時間看,普通人看得多細點,所以大家可能不明白 Habitatian Standard 是什麼 但應該是他以前的四格漫畫,如果詳細的都大家可以指定一下 他這樣說,經事實很做足的功夫,他真的明白笑點他才放下去才能重新這個笑點 你不會研究的,但我看到中國的網站,香港的網站說的,都不是那麼多 反而你說,日文的網上還有人說過一下,原來那個懦由 Heaven's Standard 是什麽來的 所以變成,你變成,大家看完都沒有答案, Heaven's Standard 是什麽鬼來的 那麼多英文字不想看,是很正常的,其實是 尤其是你看到那個魔鬼啊,那些突然間,還有那個紅面那個人啊 那些,其實很多都是玩一些日文式的言語,即是動畫版 反而你說,它好像出過一本單行本的,好像及後好似 但是,有沒有人買到? 另一回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看上去 我也是上Amazon見過的,是的 好,這件事就差不多了,剩下一點我們會放在下載版上 繼續講我們日常的時機,好,繼續回來 講我們日常的時機,好,繼續回來 講我們日常的時機,好,繼續回來 好,繼續回來這個動畫蒙傷非日常的下載版 例如一些技術上,即是音樂上,分鏡上,以及精神 用什麼思考角度去做日常的 不知道喔,思考角度很難回答 因為類似的畫都是死假的,即是他丟本也是這樣丟 找一些,之前沒有什麼名氣的死假漫畫去做動畫版 想著可以回門,丟多一旦就失敗了 即是經濟學上來說,即是商業上角度來說是失敗的 但你說個人觀念的話,其實他覺得他是成功的 他不計劇情,他鏡頭又好,分鏡,B張多 其實他是比以前日常的動畫都會勝出 嗯,無論如何都要說,始終一個動畫 動畫寫的都要養著一批人 當然Lucky Star那些,或者K-On 原本不是很巨型投資 但是,嘩,居然可以四兩就變成千斤 當然當然是恭喜發財 但是,這套東西,其實就 即是丟本就肯定多了,都看得到 就不是說,好像Lucky Star那樣 起初那些,即是那些 即是你看到Lucky Star那些 即是畫那些,不是很多 即是丟到很多本那些 但是他的效果呢,就 試倍,就接近公判了 試,對 不是,他這樣的,如果看過一些情況趨勢 開頭過,就好像這樣說,那些人是走的 但到最後,大概十多集之後 就快完之前,是追上來的 人數 所以,怎麽說呢 不是舊時經社的粉絲 而是一些反經社的人 反而是一些反經社的人 反而是一些反經社的人 反而是急修的人 因為他本身完全沒有經社的元素 反而是平時說 立經社商業炒作、賣民等 他們反而會喜歡這套東西 很奇怪 你說如果商業計 都預期這些是失誤的 即是你講的,你不 即是你講的 即是你講的 即是你計錯數 即是他有一個短牌故意的 即是 即是說好像張藝謀拍電影 他拍兩套賺錢的 然後拍一套不賺錢的 他說他喜歡 可能經常這樣想 即是他要拍 即是K.I.Lukies 賺很多錢 然後梁光彩第二季 不用錢了 他今次說 我們今次虧錢了一套 藝術程度 高一點 實驗性高一點的作品 即是王體不重要 因為他們有錢 都說可以拼了 拼了兩季試一試做 可能做得很日常 可惜一點 感覺上 即是 跟以往經社的 做出來的東西 就很大距 因為始終都以為 他會賣一點 即是 盟友那些 可能會 遇到他要有一點 因為其中三個女主角 以為 都是相似 即是出來的效果 你走電波 覺得你有時 變成 不是那麼多人 受得到 就很大鑊 有時一出來 錯就錯了 即是他是遇到觀眾 用一個新的 可不可以去看一套 而不是 用以前看KL 或Lakista 那種觀點去看一套 其實他原本想要靠 經社的名字 先吸著一班觀眾 再試一下 可不可以引到一班 新的觀眾看 他們兩個都大賣 怎料 就走失了原本的觀眾 但都可以吸到一班 新的觀眾 可以這麼說 但你始終 觀眾有一定的屬性 始終都要說一句 即是 你今次攀了一批 盟系的屬性 下次回不回來 真的難說 你知道 有時的東西一次不中 就很多次都不用 那又不是那麼廣 即是說 今次就 戴著眼鏡 即是以前 今次是經銷牌 擺出一定人看 今次當然是 什麼 但不代表 至少 今次日常做 但就算下一季 即是下一季 也好 動畫製作群 你見到一個叫 經銷牌 你都會 八一八八 一兩集 即是經銷牌 但問題 八一八之後 人們會看下去 會不會 這件事 其實我都想 綜觀整個 今次失敗的原因 即是 宣傳不是少 其實你看看漫畫 他在那裡做的宣傳是很多 反而我覺得 他最慘的 我覺得他的宣傳媒廣告出來的 他不是很賣重的角色 即是你如果看到Lucky Star 或者K-On 那些是主角 角色主導 即是角色主導 但不是的 你看日常那些 貓 又出來 那個Daruma 紅色的達摩 又突然有 即是類似 你會 射擊那類 射擊那類 射擊那些細 射擊 以及射擊日常那兩字 你可能會看到封面 封面是很多人一起坐在上課 即是你不會記得Yuko 即是好像日常第一集漫畫 你連Yuko的樣子都看不到 只看到那隻鹿 那隻鹿遮住了 那你會變得第一 第一 你看完之後 咦?已經感覺上 電波向 蒙向不像 那你可能蒙向那些人會走 那你變成 另外一件 你電波向裡面 太多的時候 又不是說 那麼多人說好受 總之有人受 有人就不受 所以這樣出來 我看了幾個廣告 例如文字 或者雜誌上賣那些 有時候我會覺得 不太清楚 定位想怎樣 變成 即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可能會 即我感覺上 變成定位上 是不是都是 在宣傳上 有點失誤了 這才正確 鯨石獲得到這套東西 不是文化 他不用文化的角度去做這套 用回 電波向 用一些奇怪的方向去做宣傳 才合理 如果他當作文化了 其實也是壞的 其實我開頭看這套 其實我覺得 會像是溫馨作的 但怎知道是電波 是啦 是溫馨的 但問題是 有三成的溫馨 他就說 不是不好看 也有好笑的地方 但 有很多人就覺得 會受不了 因為原本看驚蛇 不是為了看這套東西 所以說 吸了一班 原本之前不看驚蛇的人 反而要看這套東西 他完全不像驚蛇風格 還有Gurando 我們都會記得 人物 Gurando 你會記得 古河 我記得 女兒和媽媽 古河 父母都是蟑螂頭 我還記得 那種關係是溫馨 但這就變成 你會有少許感覺 像是驚蛇的小丸子 但你會覺得 很像 我會覺得 有點像 因為他是較為 年輕的驚向 但 我看完之後 做些事情 他又不像小丸子做的事情 那變成 因為 落差很大 所以 你普通 普通的 動畫 迷很難 變成粉絲 就真的 朋友 先不要說他是粉絲 我們可以說 他在鏡頭角度 他在BGN 維持經濟經濟傳統 音樂掌握節奏很棒 即是 你叫他分鏡 椅子 那一轉 背景也會馬上轉 即是 即是 我之前 看過 梁國昌日劇場版 他 例如 他 阿虛的追逐那段 其實做得不錯 他用回那些 劇情到日常 其實還沒有 即是 混鏡 和BGN的配合 是很完美 基本上 現在沒有一間 動畫公司 很少有什麼質素 還有我覺得 他可以用在搞笑方面的作畫 例如 你看到他搞笑 少點 例如 會沒有了臉 沒有了表情 你看到人樣 但你看到他的動作很誇張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種嘗試 他嘗試突然間 靠作畫的改變 去令到達到一個笑點 以及讓你知道 現在不是一個普通的行程 還有他也有的 例如 他有一幕我比較深刻 就是 他沒有用完整個故事 沒有用對話 就是 三個女生 動Paper 那集 靠音樂 靠分鏡 靠鏡頭 不用對話 好像物劇就是這樣做 他有點像八十年代 那種動畫 就是 全部不說話 總之就是 用一些動作 以及一些音樂的變化 就來變 其實這首歌很高技巧 最重要就是 你不用聽他說話 都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個才是最高深的 就是他實現電影 對於實驗風格 對於實驗風格 可能遲一下 有其他作品 不知道有什麼作品 遲一下會用這些風格 那些會用什麼成術的 但這套會先 我只是說 他會用了很多這些技術 我覺得他是這種 好像別人的大學 試一下 不同的方法 去治療一下 或者這些事情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就是你用了太多方法 變成你好像 怎麼說 一部電影 故事不是很著重 但是你就用了很多的分鏡 鏡頭 不同的拍攝手法 不同的技巧去做下去 變成效果就是 好像剛才所說 你會看到很多技術在裡面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點子在裡面 但是你整個故事的推進 就變成有問題 不是 最長時間 跑到電影 但是請了十個導演過來 然後導演拍花幻片 我拍花幻片 就變成愛人片 就變成風靈鬼屋 就是風格完全混不下 就變成奇怪 對 所以這件事變成出來的效果 就是出來的效果 變成普通人會覺得不好看 真的普通人會覺得不好看 因為不是人人有那種思維去想到這件事 所以 我們會接受到 有時候跳得太大 開面前面可能是很正常的 突然一秒都不用 凌晨幾秒 今天一轉就變成白癡 日常搞笑 即是誇張化的 飛到上宇宙 衝到上去 再下面又變成正常 日常物劇 真是真是真是真 即是你看到 它起落太大 那些人接受到正常的 所以 始終 我還是覺得動畫 還是要故事先走 我始終還是覺得 這樣想 會 大眾會容易接受 好像你說了什麼 K-On 不是說很多 特別大的劇情 即是大的劇情 不是說很大的音樂變化 動作變化 不會好像日常 如果你說 K-On 那四個 那五個 好像Miro 突然變成狂奔 突然跟著火車 那些人做到 那集那裡好 他不是很誇張 但問題是 他嫁了兩天之間 有情 當然 你做不到 其實說什麼 都不太知道 我看不到故事 我知道你想做什麼 但我看不到你故事 內裡的深層二 變成很難令到人 有觸心的感覺 反正你會說 我不是 我真的看過你的故事 欸 賣萌而已 我都知道你故事做什麼 每集可以寫故事簡介 你不是做到那麼散 其實你只要聚焦一點 你這套東西也未必做到那麼差 其實我覺得 不會說被人罵到這樣的樣子 始終 我覺得他的錯誤 就是最糟糕的故事 最糟糕的故事 最糟糕的故事 為什麼這套東西很糟糕 其實就是 他有些元素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都會喜歡 即是你會說 角色那些 搞笑 那角色的搞笑 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來說 就覺得好笑 當然也有朋友 就說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即是看他的角色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這個就是 賣點 電波的問題 其實這個很難 制約都很難預計 是啊 即是你當機械人那樣 嘩 我看到都很害怕 大家摸摸了手 飛拳頭都不害怕 你看到摸摸有些什麼蛋糕 瑞士卷 那些 那些 然後有些什麼 魚蛋卷 那些 那些 真的有時候看起來不舒服 真的 嘩 我都很害怕 沒有留的 沒有留去場面 很正常的 機械人 你當機械人的話 即是 鎖利帽子 在很多人拿出來 不過這個不是可能 你手會斷開 你脫了出來 幫你噴點東西出來 背部 可能 對押頭 看機關 全身有機關 不知道有機關 有些小鳥飛出來 4點鐘 沒有什麼報鐘 幸好不是學校 吃不住火 真的要處理 有太多東西 就不是正常 作品會用到的 但是這些會用到出來 即是說 但我覺得好看 即是你不要當正常 我不會當正常 我當一套 學校十二電影 你學校大學 看電影報 看電影 你會用精神表 看電影 總之比較 偏門 我當孤上 學校大學 其實他真的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定位上 他賣電波 我覺得在宣傳上 他的電波感 如果你要賣電波 你的電波感 要被人強一點 即是你要被人 整套 宣傳來 海報 可能是全變了 這些全部 不只是那些人 突然站在旁邊 突然拿著 有些小鳥 貓仔 你走過 我感受不到 玩電波的感覺 但如果不是 你要整個 海報 或者效果 全部突然變了 那我感覺 可能這套 真的玩電波 用電波的感覺 可能你 推銷得到 他應該一開始 宣傳說明 這是電波 但他沒有說明 觀眾帶著錯誤的 期望的角度去看 當然 最後不乎其望 當然會覺得他有問題 但如果你覺得他 一早就是電波 你當電波 你去看 他真的沒有問題 即是看觀眾的 觀賞角度 是甚麼角度 即是起初我看到 頭一二 我還以為 會不會細緣開後供 起初真的有些 會不會細緣開後供 後供 我打算有機會 但想起來 又不像 人影也不太見 真是落差 多大 我不知道嘉賓 你跟不同意嗎 這個我都很同意 因為我一開始 我看 出了場 下一集 我打算他還有劇情 怎知道他在哪 不知道是甚麼事 但要看幾集才發生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三個角色 和博士是主要角色來的 其實其他人 在開始你不知道 你預約下一集 會再看他還有劇情 這個的確會令到 其他人 會說他不知道 他在做甚麼 其實有幾個朋友 都以為 在看頭一集之後 發現 是不是機械人 做主導呢 真的有人以為 因為他最出名 那麼多個 那麼多個看下去 最突出 真的是機械人 因為他後面有個螺絲 因為我看海報 或是看一些介紹 都是機械人行頭 機械人有個螺絲 一定是他做中心 還是原來 在那裡又不像 即是有太多地方 真的有反差問題 很多跟觀眾預期的不同 即是跟預期不同 你覺得有些怪 要是覺得怪 要是覺得不好看 就這麼簡單 即是你用心看 就可以看到一些細點 跳出來自己的思維 去看這些東西 其實是沒問題的 其實 集團都做得到 你知道當集集 都是一個笑話 輕鬆輕鬆 每一分鐘都是笑話 然後你不要理這些劇情 每次看一個笑點 你就可以輕鬆看下去 或者你要看 譬如有些 你覺得笑得到 你就笑 笑不到那些 你就去吧 沒有辦法 那些你沒有辦法 譬如你突然有 頭幾集 或者塞幾個人 在那裡跳繩 那些跳繩 真的感覺不到 什麼好笑的 有個超長鏡頭 定鏡 看著可能街道 但什麼都沒有做 但可能一集 可能兩三次 有個超長鏡頭 都明白了什麼 有一集 我還記得一集 就是 Sakamodo 逃走那集 拿著一個箱 他也是有個長鏡頭 對著街道 但你這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對一些以前的 武士片 黑澤民那些 武士片 又是很長的鏡頭 又對著兩個鏡頭 沒有事 在那裡劈 但是沒有事 但是他在街道 有一集 可以分到 由雙的角度 最多是由雙 因為他後來有個人 扔封鎖 進去 因為他游箱 你按門鈴 不要再游箱 還是旁邊走 但你那裡才明白 但是他平日 你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你知道他游箱 其實都是不知道做什麼 我各個分析 應該是類似京士的 間場畫面 即是前面試圓 中間可能休息一分鐘 等一分鐘就是 長鏡頭 不知道做什麼 可惜了 即是他 證明了他是用很多的人力物力 去做好多的世偉 還是大偉的故事 他就沒有去想一個方法 去把故事 或者宣傳上的 做正確的方向 變成大家 大家的落差一大 大家就不看 劇情他有編到 但這可能是原作問題 原作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劇情 而且我覺得太遲了 當他要踢爆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已經很遲了 你去到十七八話才告訴別人 原來是有些衝突 東雲那邊 那邊是有些衝突 然後人物原來 大家是有些關係 即是老師和學生 還有另一個老師 例如《危機步》 原來當下人們是有個有錢人 那些人 你慢慢地 你知得太慢 你頭過十多集 你玩得太多的 要不止 你前面不先鋪定 人家真的會走 他有鋪的 他可能很遲 前面鋪到 Mio 那姐姐 看見了一個有羅斯的女孩 是很遲 但中間完全沒有這件事,到中段阿福阿明奶才去學校,才運發百年出來。 其實原作跟動畫有個分別,例如阿明奶沒有那麼早加入, 應該是很努力地做一個推進的劇情給大家看, 但你做兩季的時候,拖到十多集就拖得太長,令人幾乎看不到推進。 剛才好像賣爾說,她姐姐看到的,我一開始看過一集都以為, 會不會下一集可以兩條線混合呢? 知不知道,咦,昨晚都不混合呢? 是等到十集都不知道怎麼混合, 但你之前已經忘記了,拍多了嗎? 這是浪費了嗎? 浪費了就是整個橋段,我覺得這套,如果一季回去就更不浪費, 但是兩季花太長,一季花會充滿很多, 其實一季花可能會急一點, 你說其實她的故事上,應該是早一點被一些Key Points, 早一點被人踢爆了,那你普通人大家都明白? 其實最糟糕的是她踏電波, 大家都知道她沒有什麼編劇人才的, 正常都是編劇人才的, 不要說編劇那麼奇怪的, 編門的電波踢床人, 編劇人才是編劇人, 她又可能作性是自己沒有原創, 那不原創當然就沒有什麼新的騎士加進去, 那就會出了這樣的問題, 對,所以大家相對來說都是, 大家以不明白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明白, 整套東西就是, 可惜了這件事, 整套東西是, 見到用心, 但是最後是失敗收場, 那沒辦法的, 很多東西是預料之外的, 很難說真的, 漫畫就看有沒有人繼續追下去, 你說, 動畫好很多, 動畫比漫畫好很多, 不是吧, 沒錯, 我漫畫也看很多, 看少少, 但漫畫好的地方就是, 我只要跳舞, 看無所謂, 因為沒有連貫東西, 不要緊啊, 虧一套, K-On 都應該賺回, K-On 劇場版, 我相信都肯定很多人追去看, 所以, 不要緊啊, 你想想, 只有大把, 只有大把可以賺回, 他之前, K-On, K-O-Start, 梁工賽亞賺不少, 是一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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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什麼, 說真的, 很正常的, 你這套成功的, 你是不是自然有散, 有其他的資折賣得到, 你看如梁工那樣, 有小梁工之憂, 又有小梁工之憂, 有小梁工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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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二十樣東西, 你日常不行就算了, 要不然, 你只做過本編, 其他可以砍砍就行了, 不行, 特性不行, 你日常練回來的EXP, 經驗就可以計成下一步, 是啊, 有時的東西不行, 可能, 失敗乃成功之母, 以前的人都是這樣說, 最重要, 他不是抄返之前的, 有嘗試過, 在日常上面, 根本一定會學到一些東西, 是啊, 他真的沒有什麼, 他的想法是新的, 我覺得, 他的想法是, 鋪的那一刻有問題, 是的, 其實, 失敗乃成功之母, 他都說了, 看看, 可不可以下一步, 改善更好的作品, 改善更好的作品, 改善更好的技術, 改善更好的作品, 希望就如此, 希望就如此, 有意見的, 繼續在我們網上的blog留言, 歡迎大家收看, 多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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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